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孙力军在澳洲和新西兰的财产正在查封当中 报出来的消息说,孙力军在新西兰呢有一个藏宝库 而他在澳大利亚的老婆李莉呢 控制着几栋公寓楼 看一下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哪呢 当然也是来自于郭文贵郭先生 他在8月16号呢和新西兰的老班长 还有呢太子呢有一个直播视频 在直播视频当中呢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那天都是怎么说的 在直播当中呢太子问 说新西兰呢被深度蓝金黄 但是呢又有很多很富有的战友 在新西兰之前呢郭先生也有提过沉传计划 关于共产党的实体消灭呢是100%确定的事情了 但是要消灭communist party 对海外蓝金黄的力量呢 是一段时间相对艰难且时间呢 相对呢会长一些的一个事情 这是不是跟沉传计划有关呢 然后呢郭先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回答当中呢就提到了 孙力军呢被查封财产 而且呢查封的财产是巨额的 我们先看呢他是怎么回答了 郭先生说在王健死之前包括海航的陈锋 刘成杰冠军孙瑶 瑶庆还有瑶庆的老婆 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新西兰的惠灵顿和奥克兰 郭先生说这几个人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吗 从郭先生的口中呢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王岐山的手下 或者是子女或者是呢妻子的侄子就像姚庆 他们呢拥有巨额的财富不是在美国吗 现在怎么又跑到新西兰去了呢 郭先生说他们去新西兰干嘛呢 为什么因为混凌顿奥克兰呢 他们有能力控制他们的古董自画金砖啊 还有超级的国家级的国宝 不知道这个国家级的国宝是什么样子啊 都放在混凌顿和奥克兰了 在2017年呢有一期节目呢 郭先生专门爆料了海航七八七的飞行记录 飞机上大概有什么人呢 那号码是多少啊都有谁啊 有时呢会写着这个东西是易碎的 那时候就想原来不止溥仪啊 在往外运宝贝 现在呢这些个人呢也在往外弄 他们这些个真玩字画到底是哪来的呢 送礼送给他们的吗 给他们送礼的那些个人又是从哪弄的呢 也是从那个期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堂卡 制作堂卡呢根本不是小摊上买的那种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 可惜呢该死的YouTube呢 两天之后就把这个视频删的干干净净的 我们知道呢郭先生的很多视频呢 被很多网友呢 结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呢 在YouTube上发 但是呢关于这个七八七飞行记录的这个视频 连一小段一小段的那个小视频都找不到了 已经被删的干干净净了 可想而知啊 YouTube已经被 共产党的蓝星黄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再介绍一下看 记得当时呢非常非常清楚 他说呢为了趴在上海的机场呢 查他们飞几点东西呢 他们就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 飞十分钟 然后飞到上海虹桥机场 到虹桥机场呢就不用再查验了 直接就可以飞往世界各地了 原来以为呢他们都放在了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呢 最开始呢 郭先生爆料的时候就说了 在美国呢 王岐山呢 把整个一条街的房子都买下了 买下呢不是为了住 是为了把这个房子下面呢 给弄成地下室 挖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室 去藏他的宝贝 去藏他的古丸珍宝 他们抢了老百姓多少东西 一条街的地下室都不够用 现在呢我们知道了 还运往了新西兰 看来不止新西兰有 澳大利亚应该有 加拿大应该有 欧洲应该有 估计啊非洲也有 我们知道有一期的 郭先生放了一个小视频 小视频里边呢 有一些个金砖 说呢这个金砖是欲往非洲的 但是没有说呢 这个金砖是属于谁 接着呢 他郭先生是怎么往下说的 他说在惠林顿和奥克兰的 很多豪宅 有几百几千个acre的 都是他们控制的 那个地方是真正沉淀财富的地方 他们呢相信他们的私生子女 是成长环境的 他们的很多私生子女呢 都是放在新西兰 我们还记得在2017年 有个非常有名的录音 就是大舌头放出的那个录音吗 那是两个人的聊天的说话 那个大舌头曾经说过 他们正式的婚生子女呢 也就是他们的正式的老婆生的孩子呢 是放在美国的 因为毕竟美国是世界上的政治经济中心 他们要让他们的婚生子女呢 与全世界最顶级的政客和富豪交往 积累人脉 将来好继承他们家族的事业 怪不得呢 耶鲁和哈佛呢 已经成了中共权贵的后花园 我们知道呢 耶鲁和哈佛呢 最大的捐款来自中国 然后呢 这些盗国贼的子女 就可以上这两个学校来读书了 我们经常背习呢 读书改变命运 其实呢就是骗老百姓的 这些人的子女的 根本不用努力的读书 照样呢 读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然后呢 又上全世界最好的公司去工作 他们有时候不工作 都可以拿到很多钱了 还工作呢 而国内呢 北大呢 他们的子女是不读的 都是他们的小三去度金的 哈佛耶鲁 才是他们要读的学校 让白手套呢 给这两个大学捐助 然后他们的子女去读 我们知道呢 有一个白手套呢 就是潘石屹 潘石屹呢 就是与哈佛大学签订了 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 先捐了1500万美元 他说呢 总共要捐款1亿美元 说是为家境贫困的学生呢 去世界接受 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 就潘石屹和张兴他俩 网友 你信吗 给贫困子女上哈佛耶鲁 其实就是给权贵子女铺路的 现在呢潘石屹可惨了 也是郭先生呢 在那天说的 他说呢 潘石屹呢 天天都要自杀 天天都要得抑郁症 记得在2018年 还是2019年呢 潘石屹呢 在微博上呢 有一次写 他顿悟了 这样看来呢 他也没有顿悟啊 因为呢 所有的东西呢 都被习给抢走了 所以他要抑郁 要自杀了 郭先生还说呢 他老婆张兴 也快疯了 确实啊 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给人家当白手套 最后的话呢 资产全被拿走了 搁谁谁也心疼啊 再看郭先生 又节奏一下 怎么说的 郭先生说 在2013年和2014年呢 官方就说过 新西兰呢 就突然增加了 16000的中国移民 事实上呢 那年的中国移民呢 是6万 其中的1万多 是持有香港护照 台湾护照 和新加坡护照 再次移民到新西兰的 这些人是哪呢 就是中国的高官 原因呢 就是2012年的 习王政府一上来 共产党的高官呢 就已经明白了 文革2.0要来了 然后呢 就全跑了 包括陈锋啊 王健啊 王健没死前 王健的私人飞机 去了奥克兰 然后他用七八七 进来用了三次 王健的其中的一个 核心家庭成员呢 也在汇定顿 那个地方呢 藏着王健的很多秘密 王健临死前呢 托付的东西呢 也在那里 他知道自己要完了 然后呢 他就把私生子女 财富 核心秘密呢 都放到了新西兰 然后呢 平安的马明哲的女儿 包括房峰辉被抓之前 房峰辉的私生子女呢 也全在新西兰 再看一下西方政府呢 当听说中国政府呢 要这些政府来配合的时候呢 就是查封资产来配合的时候呢 是非常配合的 这个时候就收到孙力军了 看一下 然后呢 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呢 就帮助去打开查封 这些个他们的财产 一看钱全都傻眼了 这些国家的西方人 他们就感觉 你要说贪污一亿美元 那金额都已经挺大了 但是在中国一亿美元 已经不够级别了 到新西兰 到澳大利亚 到德国 这些个贪官呢 一弄就是十几亿 一弄呢 就是六七亿的现金 我就很奇怪 每人只有五万的额度 这六七亿的现金 是怎么弄出去的呢 私人飞机运出去的吗 那中国的海关都好说了 都是他们家开的 不查他们 但是进入的国家 难道也不查吗 看来这些国家的海关 也已经被深度蓝金黄了 好 现在呢 就讲到孙力军了 郭先生说 孙力军呢 管在新西兰 就有十几套的房子 澳大利亚几十套的房子 好奇怪哦 这些贪官的房子 将来这些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些国家怎么处理呢 是银行拍卖吗 如果很便宜的话 我一定去拍一套去 而孙力军的老婆 在澳洲呢 控制了几个公寓楼 是整栋大楼 而不是几个房间呢 控制了整个的 好几个的公寓大楼 我们知道呢 在澳大利亚呢 2018年吧 爆出来的 就是在奥林匹克那边呢 有一个V楼 那个V楼呢 轰动了整个澳大利亚圈 不知道呢 那个V楼 是不是孙力军的老婆 和李立来持有的 如果是的话 这些V楼里的 这些居民呢 就可以幸福了 他们可以去找孙力军 去要他们的这些损失了 说孙力军呢 在银行的现金 还有在新西兰呢 有一个藏宝库 现在呢 全部都被查出来了 习近平厉害 习总加速师 接着加油 新西兰的政府呢 傻了 这都什么情况啊 阿里巴巴四十大道的宝库 郭先生接着说 中国前一千个富豪呢 谁在新西兰没有房子 有多少的私生子女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郭先生以前说过 在澳大利亚呢 有八百多个私生子女了 所以说呢 什么叫沉船计划啊 其实船早就沉了 人家早就上岸了 新西兰呢 是一个藏宝之地 共产党呢 是可以毁香港的 但是呢 他不会毁新西兰 他说自己的隐私 都在新西兰呢 这些盗国贼呢 深度蓝金黄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 甚至控制新西兰政府呢 就是为了保护 他们的私生子女 和转移出去的财富 还有啊 孙力军呢 我们知道呢 他就是属于盗国贼 集团的打手 他是整个盗国贼集团的 执行的最主要的人员 他手中呢 是有很多录像 硬盘和办案的 卷宗的 这些呢 是藏在了新西兰 为什么新西兰 是他一个窝点呢 因为新西兰 有他的一个情人 叫做赵岳林 原来呢 是北京公安局 机关的一个民警 这个呢 也是在2017年呢 郭先生爆料说出来的 这些所有的东西 他都藏在了新西兰 还有一部分呢 放在澳大利亚 还有一部分是在日本 说现在呢 孙力军的事 要是整明白了 共产党呢 死几回都不拉倒 最大的贡献者 你们猜是谁 杨兰 吴征 第二就是马云 他说马云呢 是第一个主动交代 我跟孙力军都干了什么事 马云是帮助孙力军 洗钱的最关键的人物 哇 马云要完蛋了 阿里爸妈有三宝 第一个是阿里之父 阿里之父是洗钱的哦 第二个是蚂蚁金服 可以让大家变相的腐败任何人 第三是马云数据 可以搞全世界的情报 所以呢 马云是新西兰的老爸 马化腾在那有大房子 在新西兰也有好几套 所以呢 船早就成了 这个呢 就是8月16号 郭先生和新西兰的老班长的 视频直播 今天呢 我们就是主要呢 就把这些个东西呢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里呢 再次的感谢哈 郭先生领导的爆料革命 如果没有爆料革命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这些老百姓穷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呢 中国共产党贪官呢 一直都很贪 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贪 一直的都知道他们很腐败 但是呢 不知道他们这么腐败 第二呢 是感谢习总加速师 与其他派系的这种 剧烈的政治斗争 现在呢 习总加速师呢 就已经把这些个 所有的 以前上位的那些个民营企业家 名义上的民营企业家也好 那些贪官也好 那些打手也好 他们的财富呢 都集中在 习总加速师的手里边了 将来呢 我想呢 我们爆料革命 或者是美国呢 一定会想办法 把这些财富呢 还给中国的老百姓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